周庭宇靠兩招 搞定九把刀 一切都是我不好 正在努力修補 然後想要回歸正常生活 所以謝謝大家 真的 謝謝 九把刀切了小內不久 今年三月立刻被周庭宇 刀大不僅買了新豪宅 還換掉了偷情賓士 而周庭宇則是 辭掉了中式的工作 爽住豪宅當貴婦 偶爾幫刀大遛遛狗買睡庫 I wanna be a housewife What's so wrong with that I wanna be a housewife Yeah and that's just where I'm at 周庭宇的前同事就爆料 其實他跟九把刀附合 大家根本不意外 因為周庭宇本來就是狩獵系的 常常使出電眼跟奈公 搞得一堆男同事齊魂八素的 但是等到對方有更進一步的表示 他就會說我有男朋友了 讓人瞬間跌入谷底 而他升格當主播後 有同事認為他變得很拽 於是開始排擠他 就連在九把刀道歉記者會上 替他翻白眼的閨蜜記者 似乎也早就跟他沒聯絡 I don't care I love it 就算沒同事沒朋友 有個億萬票房的導演男友 願意在路邊為他屈膝洗腳 這電眼跟奈公總算沒白費囉 I love it